出手的時候 瞬間轉移了這個鏡頭的技術 就像台灣大哥大5G 在職業聯賽裡面 算是一個非常新鮮的360度 現在在球場裡面安裝20支攝影機 不管是什麼角度都不會漏掉 沒錯 在信徒這邊 設為他們的主場 那他們的主色性呢 也就是紫色 這個球有點危險 高窩好一個空中 攔截下來 快速的上籃 兩分再拿到 這球隊應該是還有後衛啊 他們必須發揮比較有經驗的表情 才說 後衛應該要挺身而出的時候 沒錯 現在是公分的無松位了 高果好 看著後面的阿極 在上班 哇 今晚的便當是火鍋喔 不好意思啦 工程師 哇 這邊又是高果好喔 高果好 看到他那個上籃啊 對於球的一個掌控 讓鮑達曼曼家 他一直是 因為他過去是所謂 主導的就是新年發展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鮑達曼曼家 其實今年這次球隊裡面 後衛的 後衛的 他的年紀是比較低的 但是只要 只要還數喔 我們再來看一下 是CrossOver換手運球 然後直接扒起來了 中距離 最後假動作的 來底下李佳瑞一個麻辣火鍋打下去 高果好再把球換到另外一邊 過後 我認為是對他來說 這比賽真是一個提升自己 是非常好的機會 成立環 倒到外圍 高果好三分球 去 喔 這球泡在對方身上 打得比較勉強一些 喔唷 兩分球被成立環再拿到 所以就給到高果好 前面成立環拼回 好像你這個陣容 現在打起來是很順喔 所以先的功能是沒有要換人 在那邊又操到球之後 高果好 再來兩分 高果好 直接在外圍發爆了 高果豪又來了 然後再次比賽 這裡是重播 SAN在兩位球員 給Oskar的機會 高國豪外圍出手有了 籃板就往前面給 直接往對方的伸張靠 高國豪轉到進攻籃板 他突然出現在那一... 28目前為止是11分的差距 底線 再來一個嘗試 又是高國豪 高國豪帶進一點之後的出手 對 還是1號的失誤 我們再看一下 踩進來一步 高國豪上來了 熱球過去 靖靖傑的拋頭 對 在上個階段裡面 我看到很明顯 跟第一週一有是有改變的 嗯 他們嘗試了很多 半場這樣的跑動 高國豪來了 拉桿之後的一個拋頭打扮得分 又是高國豪 場上已經展現出他應該要有外線活力了 高國豪很快打過來 哇 抓的就是... 剛剛楊勝彥在罰球 高國豪已經偷偷的在往前面移動 對 最後在楊勝彥想跟上來的時候 變得真的很好的聯繫起來 高國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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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國豪都看得出來 這次是... 砰砰的一個助攻了 高國豪 高國豪 哦 接個球 高國豪 高國豪 算不算 哇 財法給兩分算 算 算 不要想到人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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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再來看一下 後面先下手 打到他的肩膀 然後還有一個假傳 增上 打扮得分 超前喔 富邦勇士 12比1 高國豪 直接挑戰得多 哇 這一球在 在瑟夫面前喔 易高的忍膽的OK喔 可是 隨著這時間過去 可能這個激勵方面 我們也知道 對 會受到一些影響 沒錯 而且 因為許靜泽的教練 本來就是希望 現在高國豪 提早給壓 墨信 輕鬆的上來 得分 哇 這就是大家想看到 高國豪表現的地方 來看一下 剛才高國豪 這一個操結 不會假 沒錯 因為他 畢竟在球隊裡面 應該 雖然他年紀 沒有到非常的大 但他應該也是算到 資深很穩 這也是 很多球迷都喜歡 他整個人的第二範 他可能要去請教一下Q 因為畢竟以前他們老 隊友搭到 高國豪來一個 然後 宮城這跟領航員 必須要做的事 因為他們兩隊 算是比較年輕的球隊 壓迫是必須要有 嗯 哇 這一球 弄掉 換桌手 兩分拿到 高國豪 剛才施進 要就是 儘管前一段時間 要有點腦衝血 沒錯 這一球好球 哇 雙位的配合 讓高國豪 包進這兩分 陳立煥 因為現在 宮城師 因為放上是雙位 兩個比較矮小的陣容 怕被打臉 喔 高國豪 突然間又來耍了一下 碰碰馬上得分給我們看 而且用他招牌的小勾手 將攻折碎一下 這邊高國豪馬上 野蠻顏色 哇 高國豪搶端 現在他的心跳應該超過120 他可能在跟我講 不用主打碰碰 主打我就可以了 他的確動起來打 還是蠻有他的威脅性 高國豪來嘗試外線一個 哇 沒錯 但是因為還有時間 站在那邊接到球的時候 可能就會造成對方的協防 高國豪可能 就因此可以再賺一個助攻 但因為他跟 所以這時候 再把時間放慢下來 最後的5秒左右要攻擊 哇 這個傳球假動作 竟然是一個幸運的三分球 沒錯 原本還想生氣說裁判沒有吹犯規 看到球禁 想說算了 氣